2002年的时候,老家龙村一个50岁的中年女性,偶尔摸到颈部一个节节,不疼不痒,也没有其他不适,因为没有症状,也就没有过多注意,但随着时间的推移,她发现颈部种物有所增大,并且质的偏硬不能活动,于是在家人的陪同下到本地做了一个检查,可能因为医疗条件落后, 医生只告诉他们甲状腺长科种物,建议切除,但并没有给出自己的判断,在2003年年初,子女带着老人到县里的一个私人做了甲状腺种物切除,手术顺利,花钱也不多,一家人都很高兴,可是,术后的病理却报了甲状腺癌,这下家人慌了,鉴于癌症的严重后果,家人在医生的建议下, 拿着病理组织浪化到市里的某三家贵枕,结果和县里的病理一致,诊断甲状腺入头状啊,对于这家人,我还是比较了解的,三个女儿,一个儿子,儿子最小,那时也只有十几岁,是滴滴道道的农民家庭,经济条件很差, 在得知诊断甲状腺癌以后,家人放弃了进一步检查集,惶恐不安的回家听天游命去了,在那个年代,说起癌症,不管是什么癌,大家普遍认为也就不要再治了,反正也治不好,反倒把家里拖累的负责累累,基本也就认命了, 况且这个患者已经做了手术,起码已经保留着切掉,家人觉得这也算是对得起他了,以后怎样就看他自己的造化了,如今,十五年过去了,当年的中年妇女,也已经变成了年轻七十老太,一切很好,假装些麻的事从一开始,老人就不知道,到现在更是像从来没有发生过一样,只能从颈部淡化的斑痕里, 能够看出曾经做过一个假装性的手术,偶尔一次回乡,看到了患者的儿子,一个近三十岁的壮士小伙,说起当年手术的事情,小伙一脸疑惑,当年的假装性是不是诊断错了? 本以为复发是迟早的事,如今这么多年过去了,一点事都没有,病情解释没有意义,只是和他说,不管是良恶性,这个已经不重要了,重要的是老妈一直安好,这就是最好的结果了,不是吗? 那么,老人当年到底是不是患的假装腺癌,是不是真的如小伙所说? 当年错了,其实总体来讲,假装腺癌是一个愈后良好的恶性肿瘤,除了不分来至性假装腺癌和未斑化型假装腺癌以外, 大多数患者能够通过单纯手术和扩树后的脸达到治愈的目的,在2001年,韩国国家健康调查项目,曾把19岁以上成员,拉入假装腺癌的筛查范围,结果,当年韩国诊断出假装腺癌患者多达4万例,是1993年的15倍,一跃成为世界上假装腺癌发病率最高的国家,学术界把这个现象成为海啸, 可事实上,韩国假装腺癌的死亡率并没有增加,每年因假装腺癌死亡的人数人远低于统计的发病率,根据后来的统计数字微信,韩国至少有三分之一,成人存在隐匿假装腺癌,但他们都没有任何症状,美国假装腺学会也曾报道,普通人群假装腺节节的减出率,高达为20%到76%,其中有5%, 的15倍假装腺癌,这个数字,已经接近施检假装腺癌的发现率,以上都说明,假装腺癌虽然属于恶性肿瘤范畴,但有一大部分恶性程度低,转移可能性小,有些没有减出的假装腺癌,甚至可以安静的隐移在人体内,伴随宿主义生。 简单了解一下假装腺癌,假装腺癌是最常见的假装腺恶性肿瘤,发病年龄在25到65岁,以青年和老年人多见,女性多于男性。 假装腺癌的确切发病原因尚不清楚,一般认为雨点缺乏,高点也可以诱发,放射线,假装腺炎,性激素异常, 接结性假装腺症,假抗以及药物因素有关。 另外,加粗因素也是假装腺癌好发的一个重要因素,假装腺癌的症状。 假装腺癌主要表现为假装腺一侧或双侧肿块,一般值得,硬而固定,表面不光滑,没有疼痛,在吞咽时上下移动性较小。 就诊晚的患者可以出现声音饲养,呼吸,吞咽困难等,还可以伴有全身症状,如乏力,消瘦等。 假装腺癌的诊断标准,采超是假装腺癌筛查最主要的手段,能够发现异常的假装腺结节,但是最终的确诊是依赖于病理,也是传次活解或切除后送件组织病理。 假装腺癌分型,假装腺癌大体分为分化型和微分化型两大类,前者又可分为假装腺乳头状癌,绿炮状癌Ci等。 这一类型占了假装腺癌的绝大部分,而其中假装腺乳头状癌后最好,而且具有多性的生物学特征,即使出现零八级转移,治愈的可能性也非常高,而微分化型假装腺癌因为恶性程度高, 愈后非常差,即使积极,生存期很多不超过一年,手术是假装腺癌根本的手段,对于零八截清扫,目前的研究认为,在没有明确零八截转移的情况下,常规的零八截清扫,并不能增加获益。 另外术后的点,也能够把残余病造进一步清除,对于男制性分化型假装腺癌或微分化型假装腺癌,一般愈后就比较差了。 假装腺癌的愈后 假装腺癌是一个愈后良好的流种,美国学者调查1945年至2004年,期间分化型假装腺癌患者,并进行了长期随访,结果表明,20年的复发率为6%,40年的复发率为8%,出外非假装腺癌去世。 而美国国律癌症研究院的假装腺癌的20年日后分析,诊断后了立即接受规范和愈为立即接受确定的患者,存活率分别为99%和97%。 可以看出,假装腺癌多数愈后良好,加之常菜体表,早期发现了几率高,大部分能够得以根据文中开篇提到的这位患者。 根据当年的症状,病例结果,诊断没有问题,只是患者所患乳头状癌,是恶性程度低,愈后良好的一个类型,而且也并没有出现转移,所以当年的单纯切除,就已经达到了治愈效果。 参考文献,中华内分泌代谢杂志,2016年6月假装腺癌的过度诊断和过度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